三藩市 Fremont街何負擔房屋 抽中機率70分之一 一棟只要從海灣大橋出Fremont街 就會見到的新樓 在三藩市有一個新的何負擔房屋 Natalie Cup Commons 今日市長布里德、市參事金晶賢 Natalie Cup的丈夫等 一起出席了展彩儀式 一棟大樓提供95個何負擔單位 吸引了6580人申請 而且地理位置絕街 一個街口外就是漁灣交通中心 每個路過的人都會見到門口寫著 Natalie Cup Commons 那Natalie又是誰呢? 她是一個公司 她工作在開設和賣賣 工作過各種困難的事件 要發生這件事 成為真實的事 David Arpy和Natalie已經結婚39年 直到2016年Natalie去世 她死了工作為低財房屋 直至幾天前她的死亡 她在1986年起草低收入房屋稅收地面計劃 是現在所有可負擔房屋 財政資助主要來源之一 因此影響的不單單是低收入人士 還有所有的可負擔房屋項目 Adrian就是成功申請到 可負擔公寓更混儀 她已經連續申請了6年 直到去年年底中簽 她很興奮地介紹自己的公寓 她現在每個月給大約1,000元月租 這個大約只是三藩市月租的三分之一 這個大樓一共有190個 一房到三房的公寓單位 有三分之一屬於可負擔公寓 開放比收入屬於中位數50% 和40%的合資格人士申請 天后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